大家好,今天是8月13日,星期二 股市还是在成交一直低迷之下 进行一个整股而改变 我们先看看今早的情况 恒人指数早点先高开48点到17,160点 曾经一度在上升到17,252点 相对昨天收息来说,决定上升142点 可是没有办法再推进 买盘不足是主要的原因 还有,股盘也有一点一点的出现 结果股市曾经一度是跌了36点到17,074点 还好,没有追股的压力 所以股市大部分时间都是涨股在17,192水平 好了,先看看移动线方面的情况 直到目前为止 韩生指数还是稳守在10天线以上 10天线现在大概在1709点 等于说,暂时股市的确是守在10天线之上 不过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指数距离10天线很近,只有100点而已 少有一点点的反复已经可以再跌圈10天线 等于说,从上个星期五收拾到目前为止 指数一直在10天线以上是进行一个赔维,一个整过 可是虽然说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回稳的走势 可是还是不明的,原因很简单 股市一定要距离10天线起码几百点 所以才能够觉得这个回魂的走势是比较明显 现在真的是感觉不到 现在这个月的走势还是升高厚低 只是还是从以后的高位17408点 跌到5号的低位16441点 当然这个月的高低位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三个交易天之内 所以到最后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给我们看到 股市要是不会再跌圈16441点的话 到月底之前可能还是会有机位 升破17408点 再讲一次 10天线现在大概在17009点 20天线现在大概在17184点 而250天线大概在17320点 等于说 接规的波幅里边有10天 20天跟250天线 股市要是希望上市接规的以后的高位 必须先回升到20跟50天线以上 那才能够进一步往上推的 另外来说 成交也很重要 就是最近成交金也一直不足够 香港股市为什么一直不能够出现一个明显的上升 就是资金不足 这个不是今天看到 最近这一年经常都是这样子 当然年终还有几天的成交是比较靓丽 比较好的 可是很快就已经过去了 其实现在的资金真的是不太愿意投放到股市里边去 不少的投资者都情愿把资金放在银行定期存放 有次第的利息 当然股市也有一些可以做一个中线布局的 像中级的电信股 中移动 魏鸿 中华元石油 这些都是可以做中线的布局 可是更多的股份就一直低迷 尤其是最近新上市的股份 很多一上市就已经出现20-30%的跌幅 对以后新股上市的 我想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这个大家还是要留意 好了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下钟仔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谢谢大家 给多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